我们来看到第八页的第三集 在这一集里面找出下列直数的直因数 这个叙述里面稍微出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?第一,他要找出什么数?直数 直数就是下列这些数字 他要找出他们自己的什么?直因数 完了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找,为什么? 因为直因数只有两个一数 一个是一,另外一个就是自己 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 二的直因数就是二 三的直因数就是三 五的直因数就是五 七的直因数就是七 十一的直因数就是十一 十三的直因数就是十三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发现了什么? 你发现了直数的 你这里要赶快写下 直数的直因数就是自己 直数的直因数 好,写下来了吗? 好,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好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好,给大家看一下 吃炒一下 好,很久了 再见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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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3 5 5 5 谢谢观看